美國各大報一攤開頭條詮釋 前美國總統川普的歷史性起訴 北美所有新聞台也搶在第一時間 插播這段消息 史上首次有前任美國總統面臨刑事指控 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不過各方仔細檢視這份起訴書後 才驚覺想讓川普罪名成立 可能性根本微乎其為 川普委任律師塔克皮納 當地時間六日上電視節目嘲諷 看到這份起訴書 還真的是鬆了一口氣 就連當今最大反傳人物 前川普政府國安顧問波頓 看完了都狠批罪名項目 比自己設想的最糟版本都還薄弱 法學專家分析起訴書中 名載的34項罪名 包含川普在2016年大選前支付 13萬美元封口費給成人騙女性 和多項未造商業記錄指控 其實都只能算是輕罪 但檢方卻把這些罪名 從輕罪提高為重罪 原因是川普疑似有犯下 其他罪行的意圖 問題是起訴書中卻沒有詳述 其他罪行究竟為何 讓川普很難被定罪 暗游模糊不清 已經讓反傳人士相當失望 但更棘手的是 紐約曼哈頓檢察官在記者會中說明 川普支付成人騙女性封口費 是為了壓下負面消息 提高大選勝選機會 觸犯選舉法 然而川普選的是美國總統 而不是紐約公持 檢方想拿地方選舉法定罪川普 絕對會碰上銅牆鐵壁 多數專家認為 這起摩倫兩可的案件 不僅能輕易駁回 還可能直接讓川普很快獲判無罪 環宇新聞謝忠岳綜合報導